西红柿 我们这边叫做番茄 一般用它来炒鸡蛋 或者是凉拌来吃 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先将番茄的地给去掉 然后在顶部划上两刀 放进大碗里面 用开水烫一下 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帮助番茄更快地去皮 然后我们将烫好的番茄给捞出 包去外皮 然后对半切开 再将中间的硬心部给去掉 然后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进料理机里面 不用加水 直接打成汁 然后再准备适量的面粉 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用打好的番茄汁来和面 边倒边搅 搅成棉絮状 再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稍微偏干一点的面团 然后移到案板上面 用手掌来揉搓 揉至面团光滑 大概需要五到六分钟左右 然后盖上盖子 行大概十五分钟 然后将面团再稍微地揉一下 整理成圆形 用手给它压扁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一个薄片 大概八毫米左右 用刀给它切成小段 然后再横着切成小块 撒上一些干面粉 将它抖散 再准备一个漏勺 将面块放在漏勺上面 像这样滚上一圈 就会压出非常好看的印子了 也可以用筷子 或者是菜篓都可以 做好之后 将它放进开水锅里面 用铲子推动一下 以免粘连 也可以往里面加上一点食盐 更加的筋道 煮大概三到四分钟左右 煮熟 就给它捞出 过一下凉水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鸡蛋液 放进油锅里面 将它炒散 将炒好的鸡蛋盛出 然后再往里面 下入一点洋葱和辣椒 翻炒一下 再将面团捞出来 控干水分 倒进锅里面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 炒匀之后 再往里面调入一点生抽 加入一点蚝油 再加上一点点老抽 加入一点胡椒粉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调料炒匀之后 再将鸡蛋加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又美味的面食 就做好了 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 也超级的筋道 微微的 带上一点番茄的酸 但是香味非常的浓郁 小孩子也是非常的喜欢 感兴趣的朋友 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